你看看这个破虾 你看看 你看看 有几个是好啊 完了完了 我听着了 我听着了 我弟妈妈呀 你这又是想当谁家酒菜 我这个是海虾哥姐 你79块钱 你现在在外面养殖虾 淡水虾你都买不来的 姐姐们真的 作为一个拍了三年海鲜 揭秘视频的帅哥 我就告诉你 这个虾你绝对不能买 咱就先抛开 他把养殖虾冒充野生虾来卖 这一点不说 单看他的直播间 就是这种演假的演戏 他先给你熬一个有点傻的人设 让你感觉他有点憨厚 虾虾虾虾黄哥哥姐姐们 怎么没抢到 没 哎呀 这怎么整 你这样 我就套用好蕾的一句话 你怎么可能一个正常人 然后再表演思考 嗯 呃 哎呀 他那个砍价也是演戏 他先把价格给你搞得稍微高一点 然后直播间里面那几个拖就开始出动了 配合他砍价 那那个89 这怎么成 你就放心 那个价格砍到他们预定的售价 绝对不会再往下降一分的 然后每天都能砍到那一个价格 你觉得奇不奇怪 他在直播间里还哭鸡赖毫的跟你说 79块钱买海虾吗 姐姐 你这 你这干什么呀 就这种以欺骗演戏为前提的销售 你觉得值得你相信吗 妈你懂没懂 懂了 不你没懂 你得关注点赞我你才懂 那你别买了行不行 行 你不买我买 不然你们又得觉得我虾绿绿了 来看看这个虾 这都漏汤了 你觉得能好吗 来看看 哎呀 你看看这种 这干线都流出来了 它能是好虾 这个是虾黄 一定那么瞎胡遥 说这是高啊黄啊什么玩意儿了 就是干线 开始变质了才这样 你看这只虾是好虾的状态 硬邦邦的 紧实 头不掉 头上这个黄不明显 就是好虾 只有快变质了 有点掉头了 这个黄就出现了 就像这种虾 它就是好虾中给你掺点换 三斤里面 它给你掺个一斤半斤的口感较差的 你吃的更大一部分 还口感还挺好 你就会觉得这虾好 虾身的颜色已经略微有点发红了 摸起来软塌塌的 你看看这个破虾 你看看 有几个是好的 我刚才说了 有一半是好的 这都是夸张的 我都属于 缩小的犯罪事实了 蛤薄是薄 但是这绝对不好 这还有一个孙子辈的 看看有多小 称称重量 我有的都是带着兵放上去的 这种情况要是不够秤 敬重力干了 它更不够秤了 我滴开妈妈 好像要跌不上了 别呀 能不能坚持会儿 是不是想死 你们本来就是死了 最后一个了 差了多少 自己看 知道他们赚你什么钱了吧 坏虾掺好虾 小虾掺大虾 再不够秤 就挣你们这个钱 反正你们就看这种 演戏的直播间 演的越傻的 你们就得越小心 我跟你讲啊 就万能方式 看到直接划过 完事